810264星島日報有教自資課程或增學額 2015年5月29日要問A04幼兒教育課程一向試學生熱門課程 免費幼稚園教育委員會報告建議為幼稚園每個職位來定薪酬幅度 當中有試的薪酬由18000元至32000元 長遠幼稚需提升至學位水平,有提供自資幼稚學位課程的院校認為 報告的建議提升幼稚的質素,而幼稚有待遇亦相應改善 相信有助吸引高質素人才加入,令更多人報讀課程 一六學年或有機會增加學額數目 現時除了香港教育學院提供資助幼兒教育學位課程 自資院校包括鎮會大學持續教育學院 公開大學李嘉誠專業進修學院 職業訓練局及耀中社區書院 也有開辦幼兒教育高級文憑或學士學位課程 耀中社區書院發言人表示 自去年起提供幼稚高級文憑課程 報名人數超額,而今年至今已有400多人報讀 學額只有60個,檢討今年修生後 若需求大,一六學年有機會增加三分之一學額 至80個,對於免費幼教委員會就幼師月薪作出建議 曾大持續教育學院友誼及基礎教育總監李南玉 認為,建議有助吸引高質素人才入行 有形容報告內容正面 有教課程一向深受學生歡迎 但暫時無意增加項額 因為學院本身的工作量大 本部基者 暫時無意增加項額